自从谢霆锋和王妃公开复合以后,就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,两人经常一起出门备拍,前面撒狗粮。 47岁的王妃在谢霆锋面前赫然一副小鸟依然的样子,由此可见,谢霆锋对王妃的妆爱程度丝毫不见当年。 虽然这两个人年龄相差十多岁,但是年龄的差距在爱情面前又算得了什么?谢霆锋和王妃的爱情之路甚至坎坷。 2000年,他们第一次公布恋情,那年王妃三十一岁,谢霆锋二十岁,转眼见到了现在,王妃四十九岁,谢霆锋三十八岁,王妃老了。 的确,一个女人在美都经不住岁月,在出席的公共场合中,精心打扮过后的她,路人抓拍镜头中的她,甚至是精心修饰过的自拍中,僵硬的笑容让她略显老太。 她在也不是当初那个随意用懒,都美意不像话的少女,可是那又怎么样? 张公子曾这样说过,不要愁老之将至,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 18年前,与一个年龄像,差十一岁巨浪的少年,擦出了爱情的火花,当时红的发紫的特斯毫不在意,外界的质疑,与谢霆锋相爱,兜兜转转十几年。 二人分别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,命运最终还是把她们绑在了一起,王妃最后终于活成了她歌里唱的那样等到风景都看透,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长流,虽然她们如此相爱,但是谢霆锋却为曲王妃进门,主要就是因为谢贤的反对,谢贤自诩,一生风流。 两次失败的婚姻后,现在却找了一个比谢霆锋,还要享五五岁的女朋友,但是她却不愿意让谢霆锋娶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女人进门,因为张伯志之前在谢家对谢贤非常孝顺,而且给谢霆锋生了两个儿子,谢贤对这两个孙子更是非常宠爱,虽然他们离婚以后,谢霆锋就不太好, 不再承认张伯志,但是谢贤却只认这一个儿媳妇,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,表示过对张伯志这个儿媳妇的满意,在谢贤的八十大寿上,张伯志虽然已经离开了谢家,但还是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谢贤, 很多人都以为谢贤这是因为风飞的年龄差距,和想让张伯志再回谢家,所以才不接受王妃,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,谢贤和王妃其实是两个非常相似的人,他们都是很自我的人,一生为自己而活,潇洒的想爱就爱,不爱就自意转身, 谢贤明白,像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婚姻生活,并不能跟谢霆锋长久的走下去,而她的一生,已经全是那潇洒二字,不将就的人生,注定不会选择安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